我们下期再见 1月凌晨零时午时分打浪出水并交给当地公安部门打浪出水的黑匣子交通与数部微信视频截图去四川某公交公司驾驶与重庆最江公交车同款车型的老驾驶员陈师傅介绍最江公交车黑匣子打浪出水对事故调查至关重要 10月30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探访阿州22路公交车发现这款被突装成黄色的新闻员混合动力公交车实行前上后下前门正对驾驶座中间隔着头闭箱 驾驶座后面有挡板将驾驶员和乘客隔开前车门过道旁又隔离栏 司机座位相对独立 万州22路公交车记者罗敏是成都商报记者探访的22路公交车前门及驾驶座区域 设有三个监控探头成品自行分布 其中一个正对驾驶座一个正对车厢一个正对前门后门处也有两个探头整周配有12板安全锤 并有干本面火器等全安设施 10月30日上午一辆半周22路公交车内部记者罗敏是成师傅告诉记者 这款新能源公交车配有一个可拆卸的储存硬盘 俗称黑匣子硬盘中储存了车内五个不同机位的监控探头所拍摄的音视频数据 报占信息 上车人数刷卡数量 车辆运行轨迹等 可以还原是发现后公交车内实况 陈师傅表示 黑匣子被水浸泡后 需要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恢复 万周22路公交车 29日行车记录表 记者罗敏社 记者探访的22路公交车 驾驶员又手边悬挂着 万绿集团万周公交分公司 公交探次行车记录表 滤减项目包括水 电 机油 转向 灯光 制动 轮胎等 滤减人员为当班驾驶员本人 此外 发车时间 到站时间 期至公理数据为修禁 出场时间都有准确记录 陈师傅认为 该记录表的记载项目全面 细致 成都商报记者 王竹然 罗敏章 姚毛 请张写 红行新闻记者 董介明编辑 静灵 也 帮助 帮助 额 帮助